手机品牌厂宏达电公布了他们2月份的财报营收再度下探 月减超过25%来到72亿元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洪和执行长钟永明 联媒出席2014MWC端出两款中阶新机Desire系列 宣告3月起在各地区陆续上市 风光绣新机不料2月财报公布持续下探 合并应收72亿元月减25.5%年间36.4% 由于产品进入销售周期末端 加上没有新品问世下 宏达电2月成绩不尽理想 现在就等旗舰机M8预定3月25号发表 首播影片也在YouTube上宣传 指出新机将会有更炫更新的Boom Sum音效功能 HTC一直非常的坚持 我们这样的设计的能力 想要靠旗舰机M8冲高营运 加上中阶机种Desire会先在中国市场推出 并且和当地电信三雄合作全力冲刺 宏达电重新调整市场目标 企图挽回两年来手机销售下滑趋势 您送出服务台